我们今天下午来讲解一下我们悬吊的使用方式 悬吊作为我们在临床上一种对于核心肌群的一个锻炼设备 它的主要使用方式 它是在临床上使用的是比较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我们接下来首先先来讲解一下 我们这一个悬吊的配件的一个使用性 这一个所带有孔空的这个是我们针对于头部的使用的一个配件 是我们悬吊我们头部的 那这一个呢是针对于我们肘关节的 那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呢可以对我们肘关节进行捆绑 这一个是针对于我们四肢 对我们四肢进行一个悬吊的配件 而这一个以及我们下面这一个两个之间呢 相对都是针对于我们躯干的 那这一个呢是针对于我们的脚踝部位 那这一个主要是针对于我们手部的 我们手会在我们挂上去以后呢放置在这个地方 进行手的悬吊 那接下来再讲一下我们绳子的区别 所以大家所见这是一个红绳 红绳呢它是没有任何弹力的 没有任何弹力呢它在使用的过程中 是依据我们长短的不同 它所悬吊的一个长度力度 所涉及到的一个长远近也有所不同 这一种呢是我们一个弹力绳 弹力绳的作用呢是对于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增加我们的阻力 或者是减少阻力来达到帮助我们病患进行治疗的一个手段 我们的悬挂过程呢 首先在我们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一个悬挂头 我们的悬挂头呢源头在上尖头在下 因为我们源头在上呢我们只能往上 它不会卡掉 它不会向下掉滑落 如果说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变成了尖头在上 源头在下的话 那它就会如何呢 它就会往下滑落 而且不能往上走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记得源头在上 尖头在下 自下而上 那接下来再讲一下我们这个在使用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滑动 我们把这个给拉下来 卡在这里 可以进行前后的一个转移 对于我们悬吊的悬吊点的一个移动 可以进行自己的一个掌控 那我们把它给卡下来 那它就固定死了 这个地方轻轻往里一卡 一拉 它这个地方就固定死了 那我们轻轻往外一走 它就可以进行活动了 而且我们拉进去 卡死以后 它的一个力度是非常可以让我们放心的 绝对不会出现像滑落的一些情况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卡死之后呢 要轻轻地拉动一下 看我们是否已经卡死 接下来讲一下 它如何在我们临床中 如何进行实操的一个演练 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我们使用的时候 这两个要相对保持一个平衡 就是一条水平线上 那我现在患者头部抬起 或者是我们事先放置好 事先放置好 我们首先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它两个是不是在一条平衡线上 然后再看 它跟我们的这一个点 是不是在保持一个中线 是不是在保持 一定要这个地方 跟我们患者保持一条中线 那它在临床上呢 帮助的主要是帮助我们治疗师 进行一个手法上的一个使用 手法上的一个使用 那我现在相对将它卡死 摸一下 感受一下是否固定 是否固定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需要将它给放下来 这个床位下移以后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见 患者的头部已经进行一个类似于悬空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在临床上呢 可以进行我们颈部的一个活动 颈部的一个活动 关节上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我们类似达到一种牵拉的状态 牵拉的状态 我们进行各个部位的演练 大家现在所看见的 是我们这个针对于我们这一个 我们肩关节这一块 它的一个悬吊方式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相对的 对于肩关节的前后松掌 以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关节的活动 可以达到我们一个治疗作用 那我们在临床上可以有效地避免 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夹着它 我们这个时候不需要夹着它 只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动作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治疗手法的一个按摩 这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肩关节这一方向 那除了去肩关节以外呢 还可以进行怎么样 还可以对我们腿部进行一个治疗 这个时候是对于我们腿部的这样一个 它这个时候可以做我们 类似于我们现在可以对它的腿部 进行一个关节活动 或者是类似于我们这个 髋关节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活动范围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给换成弹力绳 但我这个时候使用弹力绳的话 它这个 我们在对于我们膝关节这一块 它进行力的一个向下延伸的时候 它会 类似于我们有个弹力的一个状态存在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进行我们髋关节的一个活动 那对于我们髋关节的一个活动呢 这是我们另一种使用方式 现在大家所看见的是对于我们髋关节的一个活动 髋关节的活动 那大家现在看见了 首先将我们的躯干 首先将我们的躯干进行一个 就是悬吊 然后再将我们四肢 再将我们脚给吊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把这个设备给放下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现在所看见的就是我们的 臀部与我们的床相对保持有一定的空间 大致在我们一手臂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我去动患者 我只需要推一下 那患者可以自己借助我们 类似于借助我们引力的一个方向 就可以达到对于髋关节 以及我们腰关节 腰部 髋关节和我们腰部的一个锻炼 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我们治疗师 去进行的类似于我们比较费力的一个操作方式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悬吊的一个评测 以及我们的这样一个训练的一个模块 那悬吊这个模块分为五级 三级是正常人的标准 我们先来演练一下三级的正常人标准 首先让我们的患者将我们的腿部抬升 与我们所被吊的这一侧肢体同行 然后臀部用力向上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下方要有一定空隙 以它保持一个平行 双手放平直 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做到维持十秒钟以上 是相对正常人的一个状态 是我们三级评测标准 那四级的标准是什么呢 四级是增加它的不稳定度 不稳定度 就是让它双手交叉放置在这里 好继续做刚才的动作 双腿抬升 臀部抬 腰部抬 好 也是一样的时间 十秒钟以上 如果说它能达到相对比较轻松的达到 那就是我们一个相对比较 就是达到四级的一个等级 好放松 那五级是一个相对最为高等级的一个等级 再增加了它的不稳定活动度 这样子是我们五级的一个评测 如果达到这一个 基本上就是超出正常人的范围 一级是什么状态呢 二级是在我们辅助下完成我们三级 是如何完成呢 那就是增加辅助性 它这个时候呢 会向上进行类似于我们力向上的迁移 它这个时候起到我们辅助的作用 那让它做刚才的动作 达到这个等级是我们的二级 就是在辅助下完成这个动作 如果说它辅助下完不成这个动作 那就是一级 那就是我们核心矩群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那训练是如何训练呢 这是在辅助下降 训练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好你现在抬 维持依照病患的 病症的一个严重程度来决定 如果说它的这个时候 不注意它完成十秒钟 那我们可以固定在五秒钟 好抬五秒 臀部也抬 抬五秒钟 好五秒钟到了以后放松 再抬 四到六回为一组 我们可以连续做多组 然后达到我们锻炼我们核心系群 像我们腹直肌腹内外斜肌这些区域的核心系群 甚至对我们臀部的一些肌肉 它也有一定的锻炼作用 好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抬 放松 抬放松 这就是我们评测 以及我们锻炼的一个模块